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甄别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欢迎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我们就说说这个真是活该 是什么人呢? 原来就是美军炒了艦长 艦长发生什么事呢? 有人就说他拍照拍错 原来就是拍了一张打卡照 美国海军面除了一位叫 卡梅伦阿斯特宗教 这位宗教原来就是 麦海恩号驱逐艦的艦长 为什么呢? 目前这艘艦长在美国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的一员部署当中在亚曼湾的海域 为什么临时逐艇或者阵前逐艇呢? 原来这个美国军队就说他令我们失去信心 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的指挥官也是海军少将 阿历山大就是炒了他 理由就是 哎呀 这个阿斯特继续指挥麦海恩号 这就导致驱逐艦 会失去信心的 哎呀 他好死不死拍了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就糟糕了 是什么事呢? 原来 我们经常说有些人读书导转来读 他又不是 他是摆拍一张打卡照 以为很帅 但是 当时 美国海军发布这张照片当中 这位阿斯特手持一把M4的突击步枪进行一个瞄准 但是专业人士说 瞄准? 阿哥 你知不知道你这个动作不标准 并且你把手中这支棒棒的光学瞄准镜 倒转了 你懂不懂 你是舰艇的舰长 你这些基本东西都不懂 他们可否说那把是古惑的枪 梅花间竹才对 如果是我 我就回答这个你们不懂 你表面上是一把M4 其实它不是 它是W4 一个M倒回W 那当然不是 你知道美国人的特殊国情 很多人都懂得唱 你身为 对 即是在班公面前耍大刀 然后被人都穿了 所以就说他 有没有搞错 作为一个舰艇的舰长 你居然没有基本的军事 即是用这些军备的常识也没有 还是他不知道 但是没可能 因为他以为 其实我们把照片蒙了 因为这个是假的 免得 令人不安 他就是刚刚把瞄准镜 你倒转来装 而且动作也不标准 但是呢 如果拍戏的话就很酷了 如果你不懂 好像我和戴马sir就不知道 我们普通人是不知道 他倒转了 对不起 真的不知道 你倒转了一个 是光学瞄准镜 所以美国 你知道这么多人懂得玩枪 就说 有没有搞错 阿斯特你甚至没有打开瞄准镜的防 陈盖的 盖的盖子也被盖住了 引起了这个质疑之后 他好心地说 这个也是摆拍 不用担心的 我们也是做个仕途 结果不是 这个美国海军的心虚 立刻删除了照片 嗯 其实你不删除更好 我觉得是死产 我只是当拍戏而已 不如他说 拍戏? 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什么? 我们在中东报防 面对 是胡塞 面对争取党 面对哈马斯 拍戏 行不行 不行 认真一点 你是高官来的 乱参加 是的 原来美国海军你很蠢的 立刻删除了照片 原来 这个星条旗报 亦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了这位 是阿斯特被免职的消息 亦是 大大地说 我们美国 应该是很专业的军人 为什么这样你也不行 美国海军学院的新闻网站 亦引述了一位军官 阿斯特被免职 其实 的原因 并非因为他 个人 存在不当行为 因为 令到大家没有信心 反正他说没有信心 为什么失去信心呢 为什么失去信心呢 基本握枪那件事 都做不到 然后是挂着打卡 这件事 可不可以属于操守的问题 不是操守 而是操心 还是他真的不懂 丁汐 你 随便 我们肯定是不懂 你那些握冠枪的人一看就知道 那你平时握什么呢 对 他只是指挥而已 不行吗 我禁制的 行不行吗 反正 这个 美国海军说 我们对阿斯特继续指挥 在墨海恩号 导弹驱逐舰失去信心 他们的媒体也说 失去信心是美国军方经常使用一个非常 模糊的词汇 即是战略模糊 用来描绘指挥官被免职 而未提供具体 原因的 情况 就算了大家知道什么失去信心 原来 海军指挥官因为失去信心被免职的原因 包括领导不力 对下属做些不好的事 并且是 工作外的不当行为 这张照片就是工作外的不当行为 觉得 你为什么这样 怎么拍照 他头是阿历山大少将 第21 驱逐南中队 副指挥官 克里斯帝就会暂时担任 是 墨海恩号驱逐舰的指挥官 美国海军也有份声明当中说 人事任免 就不会对 军舰任务或者计划产生任何影响 阿斯特其实2023年10月就担任 墨海恩号驱逐舰的 是这个舰长的职务 美国海军也都说 他将会是 回到华盛顿 一个基地担任 临时的行政职务 究竟是否降职 还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反正就不能当舰舰的舰长 我觉得都挺过瘾的 突然之间 蛤? 也是因为他特殊国情 你知道美国有那么多人懂舰 你都挺惹 他打算你保护他 美国大兵 你也保护不到他? 这样更加大条道理 什么? 我本来要靠你保护我 我更有理由自己 就 каж下 gris 你保护不了我 我靠自己 我多买着 möglichst 是иг 你又对,如果在逻辑上真的说得通 你这么高级的将领都能保护我 我就自己搞了,对不对? 你又对,你这么说 说回John McCain这首是驱逐男 其实是美国的男的代表手 老麦凯恩和他的儿子小约翰麦凯恩 还有他的孙子就是约翰 是黎麦凯恩三世的 这个黎麦凯舰在1999州的巴斯 巴斯钢厂安放龙骨 1992年9月26日落水 1994年7日就是服役 没有过去之前也试过一些事情 好像2017年8月11日 这艘驱逐舰在前往新加坡进行例行性访问途中 在马六甲海峡东西 就和从台湾 墨疗工业专用港 的运载了12000公吨 是石化原料前往新加坡的 一艘利比亚的货船 是相撞的 造成船体受损 至少造成5人受伤 10人失踪 这个亦是自从6月17日 飞翅杰拉德号驱逐舰撞船之后 美国海军在亚洲同年第二次 有这种重大事故 17年8月28日 美国海军宣布 在麦凯恩号的船舱里面发现了 什么 因为他失踪了 原来在船舱里面发现了10名美军士兵的遗体 所以别人也说这首传说 之后驱逐舰 我知道了 鬼闹眼 西人有没有这些东西的 你不好意思 可能没有 之后这首驱逐舰 在日本横衰賀接受了遗期 两年的维修 19年重新下水 2020年6月中春 恢復部署 所以你说他是不是 命运多寸的 对 命运多寸的 相信这位阿哥被人解除了之后 都会好好地想一想 因为你现在 面对的是什么 是 难听说 你部署在那里 你小心点 到时什么狐猜出来 哇 吐他吐他 结果你就是倒转了来吐 你这么多枪都拿到倒转 怎么办 没错 哎呀 其实这个罗斯福 航宝 之前也长时间位于南海活动 为了显示他的存在感 当然他这个是武栏 其他那些也有相同的 美国老的军事实力也有相同的 世界第一军国 就是第一军事强国 看回这个罗斯福号 他也是赴红海的时候 小心翼翼 因为大家知道你去红海 胡塞 争取党 怎样容易霸首 可能胡塞和争取党 原来舰艇的舰长是这么流 会鼓励他们 是吗 换了 不用怕 换了 换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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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代 不知道他回去是什么位置 反正他现在搞行政 当前美国主导的鸿海 很久没有听过鸿海 护航行动就陷入了 其实刚刚也有消息 胡塞也吐了两艘船 但未知是来自哪里 一方面也是也门胡塞 曾经经常吐船 现在还有一些都在吐船 其实胡塞的准确率比以前高 另外一方面 是匆忙去中东接替艾森豪威尔号的航母 亦继续领导 鸿海护航行动 罗斯福号 就是有这艘船跟着 整个打击群 自己反省一下 以后有些军事常识 再去摆拍 再去拍照 不要为了形子 就没了常识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